听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大年初三是来到了板朝慈慧宫 这边来发发财金 一大早很多的科粉 就马上来到现场等候了 不过由于这人潮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发财金还发完了 所以现场临时是改成握手 以及拍照的方式 那你来看看现场阵影状况 看到柯文哲来到现场之外 还有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也一起陪同 那外界也解读 这个柯文哲过年的行程 只有安排在新竹老家以及新北 这也是民众党未来 在2026现实首长的重点区域 今天上午柯文哲也证实了 带您一块来关心 要邀请我们 那我们时间上许可就来吧 新竹是老家没办法 那新北 新北这个上岸是 黄国昌很重要 需要帮他补选吗 不是啦 那不用我补选 他补选 他其实就认真工作 水到渠成 这样就可以了 柯主席给我的责任区是新北市 那既然我的责任区是新北市 那为了台湾民众党 能够在基层组织 扎根扎好 不过柯文哲的心腹蔡壁如 也证实他即将来到台中市政府就职来担任市政顾问 而蔡壁如在专访中也提到了 如果他继续待在柯文哲身边的话会死得很难看 不过柯文哲今天是表示 应该是别人要害怕他才对 也带您一块来关心 不会啦 这个蔡壁如是民众党第一战将你知道 他怎么会这样想 他回来应该是别人要怕他 怎么会是他 是别人死一堆怎么会是他 他会很惨 不会啦 等过完年后我们再会再讨论 会找他来讨论 在小年夜的时候 柯文哲也PO出了一篇反省文 表示呢 针对回顾去年关于总统大选一切的决定 是否有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这个陈佩琪也加码爆料了 柯文哲表示 如果是柯侯佩的话 现在早就大赢了 但是呢 今天柯文哲则笑笑表示 陈佩琪只代表一位民众的发言 不用太过在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